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今天就拍一个就是换笔尖的视频就是对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一根笔嘛莫加M2的但是那一根呢被我扔了这根是新的 因为那一个我那为什么会买一只新的就是啊后面会讲到然后包装还是跟以前要买一个塑料盒 然后笔还是这样子然后他有送一个滴管嘛那滴管就不用这个了 今天的话就用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用一点 然后呃因为有那观众跟我讲说呃末将的他的一个笔尖嘛 他是可以换的然后可以接农的是那一个这个卡微口的笔尖呃全新的还没打开过 然后就让我打开一下是没对呃我也没换过 然后这个笔尖哇好小哎如果是跟那个五五印的那个应该差不多因为五印的笔尖也是比较小的对对也差不多小 但有没有观众知道是说呃呃呃斯米特斯米特的笔尖跟那个卡维口笔尖 他是不是互相可以接农的因为我上网看到好像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笔尖种成吗 跟百利金的那个这里是直接是罗纹的话好像不太一样 那呃笔尖的话末将的话观众跟我讲是说握着这个位置嘛 记得我不要握这两边握这边然后扭然后就是左手拿笔嘛 然后往往自己方向去自己方向看到坑扭 然后我上次的末将这有两个那个我随便把这边给打开一下呃 他是有两个那个密封圈的这里最打开你看到以第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再是第二个我上次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丢了看到吗 就这个呃呃都去哪了嗯 嗯啊对对在这里面我看一下能不能那我看一下能不能拿出来一下 哎哎哎对这个看到了吗我上次就是把我现在这个镊子上面的这个给搞丢了 然后就是绘制漏幕然后落幕我后来看了一下评论都说就是从比从底部开始算嘛 加的话最好是剩下那个一厘米左右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水平线不要超过就最好不要就最好剩一厘米给他不要太多 不然还是入墨那我现在就是这个是末将的笔尖嘛给他看一下跟卡外口 说实话笔尖我不会看呢 然后我买的是EF尖能看到吗就是EF应该能看得到吧那跟在哪来跟啊后面 本利的话我不知道有会不会有什么差别本利的话 应该还是OK吧 然后德会会跟还是无印这根去对比一下他们鞋感是怎么样 如果是单纯看本利的话好像 Smitter的会比较大一点 我呃卡外口的话比较小一点小一点笔尖的大小到差不多前后的话笔尖这个地方的话有什么差别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先把那一个笔尖给换上去先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吧 我我觉得我看一下我也不太不是很会换换那个笔尖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放在这个地方扭上去的时候直接就是密封吗 啊反过来了啊 嗯说实话还是那个什么就是哎看到看到看到了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觉得应该是对对对还是先要把 好像换起来也哎 我还是先把这个给换上去一下 用还是用镊子好像比较好操作感觉 差不多啊放平了在里面 再把这个换上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 但说实话换笔尖我觉得刚刚是往自己方向转那现在应该是 往这边往这边转进去吗 是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观众讲是说啊我这么啊这边 不好意思放进去的时候它是直接就可以进去 后来发现不对里面的这个地方它螺纹对不上 然后呢就是那刚好这两个的话它的长度也不一样 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换笔尖的话应该是要整个笔尖来拔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这一支是ef件了之前有看过我那个影片的 墨匠的那影片的话也知道它的就比较刮指 而且它的出没也是比较那一个 呃就ef件的话出没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说要存就相当上感觉比较卡末 拔的话就是还是一样就直接这么拔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没有什么欧型圈最主要就是这个 我之前丢掉一个然后去淘宝买了一个差不多了 然后来配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然后这个卡末口笔尖的话这个是只有一个总成嘛 反正就是也不贵也就是也是一样直接这么拔 但拔的时候小心一点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拔给你们看就说啊 我可以它这个笔尖跟整个总成它是一体的 它不是分开的所以说我换的时候嘛 需要的话是怎么样 这个是刚刚我们把拿出来的那个笔尖嘛 是这样子套上去 然后拿看一下卡末口的笔尖 拿给两个片可以跟你们来比较一下 能看到吗 有圈圈的上面这个就是卡末口了 那内侧其实也不会有很大差别 这个上面的有观众反馈说我本一拍的不是很轻视 这个很抱歉我也没有那个放大镜 加上我不是那种专业就是玩笔的了嘛 我就单纯是一个喜好这样子拍拍片啊 然后主力也是在那个软件 然后这个的话它里面应该是 有一我看一下好啊 直接的话好直接这么应该是直接这么一卡进去就可以了 直接卡 等一下好像我那个手不是不是特别好 继续继续 啊好像不是很好近来再来一遍 卡不进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让我去卡的 我觉得这个透明的一个地方 先卡好那我们先卡进去知道 这个位置到这个顶了 那就说这个方位是对的 我看不到有没有一个卡损是让这个去对准这个笔舌的 但应该是我们只要扭一扭就发现这个 就是扭不进去 然后这时候再进来对 然后就把这个笔尖给 哎拿好一点 笔尖的部分 我们稍微往外再弄一点啊 这个视频有点难拍 这个好 那一个好 有点紧不是很好拿进去 你看这个笔尖有点有点难塞 有点难有点难塞 我再努力一下 歪了歪了不行 好 那一个根据我一番挣扎了大概两三分钟吧 好像就差不多了 这么一换就应该是照这么镜头上面看吧 它是比较能对准的 我觉得是 然后整个 哎呀 因为那个懒橡胶片那个又被我放一边了 因为这边是拍片的 那个区域嘛 所以说懒得放那么多东西好 那整个笔尖我们算是安装是 呃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 呃什么 O型圈给装上去 把我放了 有点不是很好拿 好笨择好笨择好笨择我的手 好 位置给挪 透明的有点难看得到啊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直接这么旋 那如果分不清方向的一个什么 朋友的话 我可以这么讲 左手拿呃这个笔握 然后往自己方向转就这么转 它就可以出来了 扭紧就是往自己外的方向去转 那就OK了 那我现在扭一下 扭紧一点 记得不要这么拿 要这么拿 不然笔尖很容易变形 虽然我不知道我这么搞一下 有没有变形的就是有点浪费 因为我看我这卡上有点小歪 这样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是有点 但我觉得应该不不是影响使用 好 那这个笔尖的话现在是算是报销了 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那笔尖反正总成买回来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再下来这个也是放一边 这个反正放一边吧 也是 再下来我们拿一下 这样 那这个吸墨 吸墨器 对我又放了瓶子 然后再下来 一样吸一下墨 我们轻轻的 希望不要有什么腰额子什么的这类 还有墨降的话 我好像后来有漏墨这个问题 我估计 我不知道是不是单单是那个 欧型圈就是那个刚刚那欧圈它丢了 好像网上看到的话也是说不要去 就是不要单纯的就是 就是灌墨的时候嘛 最好这个高度留个10米左右 这样子会 呃好 密封效果会比较好就比了 因为滴管沙漠嘛 密封性问题大家都懂的 然后再下来 我们就把这个笔给装进去试一下 如果ok的话这个 那现在大家看到就是 Caveco的笔尖嘛 应该算是EF尖嘛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那这样子算是完整了 然后这时候下来就是 我把这根笔给甩一下 就是这样子给握一下 然后甩一甩 那甩一下能看到笔墨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试一下那个纸写吧 纸的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很随意的 那我我随便先先来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哎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效果的话还可以我轻一点 重一点 呃好像没有什么断墨的情况 这是EF尖 但是比起那个 本来的那个的话的确是比较粗 或者是说粗很多 然后我现在懂的就是说 Caveco换 墨将笔尖的话就是说要把笔尖换了 而不是说整个总成它们套用 一开始我误会了 顺便试一下写那个 五印的 五印 Smit Smit的这个笔尖的话它是F尖的 好像是 是差不多感觉 轻轻的 然后 它的F尖好像比Caveco的EF尖还要再细 这个真的是EF尖真的不骗你们了 但是如果是说我试一下随便写写点东西吧 对 对 就最近有超近 然后我就对 好像是还行 呃 笔的话 还是有阻尼感 呃 不是就是没有进阶当中那么滑了 但而且就是说能看得到前面的我平常写 或者我一压的话 笔 那个笔的粗息变化不是特别大 另外一个当书写感受会比本来墨将那个会好 应该是真的好很多 呃 用无印这个来对比一下 能看到就是 呃 Smit的笔尖真的还是细很多 但是 呃 也不是不能用 反正 也是没什么差 但钢笔它本来比那个圆珠笔粗 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一件事 呃 有时候如果是说因为国产钢笔本身的话好看的笔有很多 那有时候我觉得是说换一个自己喜欢的笔尖也是不错的 像当个人来讲嘛 我是比较喜欢Smit的笔尖 他的书写感受吗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这个纸上面的声音啊 能感觉到Smit的笔尖会就是说那个沙的感觉会更连续一点 这个就写起来沙沙的声音的话有点刺 但是两个书写感受差不多了 因为有时候笔杆那个形状也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还ok还ok 换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对 好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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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